这些集团现在也跨足生物科技领域 和有机芭乐农合作 将废弃芭乐叶 透过国家级的实验室 创新技术萃取出特殊成分 研究出了无毒的生殖清洗剂 也能够洗碗 甚至能洗蔬果 落实农业资材循环再利用 这些老枝条全部做修剪 忙着修剪枝条 才能让芭乐好好生长 然而这么大片的芭乐园 每回所剪下的叶子数量惊人 以往农民都用焚烧方式来处理 但农农黑烟造成空气环境污染 长期关怀农业的企业动作 在与小农接触后 得知芭乐叶处理过程 是用烧的狠伤环境 决定投入生技产业 让废弃芭乐叶获得新生 董事长跟我提及 他在那很久我忘了是 他哪一年去中国 他在路边看到那个芭乐园 在路边用芭乐园 在暖地度 所以他印象很深刻 老太婆他们会用这种东西 一定有他的理由 他就请我演话看看 有什么可以来跟清洗蔬菜 或是洗碗盘可以有效果的 就我去请教了国家级的实验室 透过低温萃取新技术 国家级实验室研发出市面上 第一支芭乐叶蔬果清洗剂 为了让消费者用的安心 更要通过层层认证 像美国农业部USDA申请生殖标章 然后再去申请欧盟的Ecosert 也是你的界面活性剂 都要用生殖天然的 所以对整个自然界的环境 还有促进农业的循环再利用 是绝对是plus的 企业跨足生技领域 抢供无度商机 也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三地希望